星期五 哈喽哈喽大家好 又是一个星期五 星期五 明天放假 而且刚刚还看到了阳光 希望我们 每一天 都是愉快的一天 我今天呢想要跟各位分享的 主题 是 提升我们Word的工作效率 我们很多人 都会使用 Word 例如说 我们打开Word软体 然后在Word软体里面呢 然后打字 努力的打字 然后打完字之后呢 打完字有很多的文书排版的技巧 先不论这些文书排版的技巧 您了解多少 可是我会希望说 经由这一系列的介绍呢 让您能够快速的掌握Word这套软体里面的一些使用小技巧 让您的工作效率能够倍增 也许本来你可能需要花几分钟做完的事情 好 现在呢可能我们做一下很快的就处理好了 那这也是我希望各位要学会的哦 我先看一下我的直播设定是不是都很正常 现在大家都有看到我的直播画面嘛 是一个Word的画面 其实我未来我还希望说能够交各位 什么事情呢如何直播 因为其实我觉得在公家机关有很多的事情呢 我们真的可以透过直播的方式跟民众建立一个良好的互动 关系 反正我会我会先学会 学会了以后呢再慢慢的教各位 希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学习成长 好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Word 这一个主题 各位打开Word我想没有问题 然后劈啪打很多很多的字 我想这都没有问题 那我现在呢我想要教你第一招 第一招就是我觉得我们经常要去做一些文书工作 这个文书工作哦 假设我们今天做一做做到一个什么地方 好假设我们今天呢做到像上一次 这个档案在上一次储存之前 然后我们 离开一定是存档离开 可是上次我们做到哪里呢 其实我们只要透过一个Shift加F5 这两个按键就可以知道了 例如说我现在按住Shift再加F5 哦对不起 因为我已经做了一些动作好那例如说 比如说我现在呢我就按Shift加F5 你有没有发现上一次我游标 我一打开这份文件 游标一定是放在第一个字的位置 可是为什么现在游标落在这个地方 这就代表说上一次我在存档之前 在这里工作这有什么好处 假设我今天我一半很长很长的文件 我没有办法在 就是短时间之内全部把它处理好 这个时候呢我可能 例如说假设我今天我 我假设在这个地方好了 我打快速解决这个问题 点点点点好 例如说我再多打几个点好了 我就在这边做了一个输入 然后接下来我储存 储存然后完毕之后呢 我是不是要离开好 例如说我现在在刻意的去关闭这个档案 然后接下来我再重新把这个档案打开 有看到这个档案吗 好 那我们接下来哦 就来去看一件事情 当我点shift加F5 您看一下哦 现在游标是不是快速快速跑到 我刚刚输入点点点的那个地方 当我们今天假如说一份很长的文件呢 今天我们改了或者是一通电话来 通常电话来的时候 你会做什么事 是不是赶快储存 好然后去讲电话 讲了假设五分钟电话回来之后呢 您会不会觉得说啊 刚刚我做到哪里了 没错 这个时候啊 你假设关闭档案重新打开 然后你只需要透过shift加F5 这样就可以快速的掌握你刚刚编辑的位置 然后继续工作咯 不过其实我觉得在这样子一个电话前或电话后 甚至可以延伸到 例如说昨天前天 我相信哦 只要是上一次储存过 档案的那一个最后编辑的位置 透过shift加F5 可以把它找出来 在我们工作上应该是蛮实用的哦 这个小技巧您知道吗